喂 你好 李瑞在吗 他不在 你有什么事我帮你转告 许楠是吧 我找的就是你 我告诉我 我把那些照片都发到你老公的邮箱里了 你转告你老公 你跟我斗 他拼什么 怎么了 我没事 你别过来 怎么了 你别过来 别过来 你回去 这哪来的照片 没有 没有 刘茂然 是刘茂然发过来的吗 不是 这是作死他把照片发给我 李瑞你别冲到 谁能我告诉你这是证据 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去告他 李瑞 李瑞 estás 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瑞 六亿鸟 我要去告刘莫然 小瑞也冷静点 我真的实在是这乌客人了 这个混蛋居然用当年的犯罪证据来威胁我 他必须受到一样的惩罚 他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小瑞 你别冲动 刘莫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但是你目前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对不起 恐怕我要给你找点麻烦了 小瑞要去告刘莫然 她要去告你为什么要阻止啊 你为什么要阻止她呢 还有 你答应过我的 刘莫然你要处理她 可是她今天还在医院里边大药大摆 她走了走去 刘莫然是个疯子 她手里边有当年糟蹋训练的照片 你知道吗 那天她拿着硬搬到我办公室去威胁我 说如果有人把她的事情揭开 她就把照片 我懂了 那 你如果现在去告她的话 她一定会把那照片公布出来的 而后果不堪设想 而后果不堪设想 雪楠 我们去报案 别怕 领导 怎么回事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法 卫生部医疗卫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依据卫生艰险结论 充分考虑听证会意见 经市卫生局同意 现就新城市第一医院院长林远 因包庇不报刘茂然非法医疗问题的处分 给予以下决定 林远保持院长职务 继大过处分一次 留职查看一年 秦老师 这优秀论文奖 是你们可怜我 给我处分的同时一个安慰吗 潘云云 这个程序你应该很清楚的 最终选拔出我们院的参选论文 应该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 而你的论文 代表我们科室送到院里 那应该是更早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你私下里违规了 优秀论文 本来就是很高很难得的荣誉 你觉得评审专家 会把它作为一个安慰奖 给一个违规的毕业生吗 你得奖完全是因为你科研做得好 论文写得好 我也不否认 这五年当中 你确实是你们这一波 博士生中的佼佼者 你受处分 是因为你违规了 这是院方给你的处分决定 因为你以咱们院的名义 给其他病人推荐私立医院 并且从中收取好处费 再有就是给刘茂然做助手 给代孕母亲进行胚胎种植 这个严重违反了我们国家 严禁代孕种植的规定 所以科研室给你记过处分 院里取消你留院资格 您的意思是说 我要是没有犯这次错误 我是可以留院的 你的成绩是符合留院规定的 至于户口问题 廖老师在生前的时候 已经帮你争取了 潘云元 你也知道咱们高位认臣确实缺人 而且你的潜力和资质 是符合要求的 所以廖老师去世